我已經決定嫁去日本了 沒有嫁去日本 但簡曼叔宣告嫁給髮型師男友 還同時噤聲人妻和人母 簡曼叔PO出小時候的照片 寫下油尾皮瓜來拜訪 我們就結束男女朋友關係 還因為懷孕這件事 對生命有心體悟 但其實他在臉書報喜之前 就被民眾直擊 和男友一同出入婦產科 如今時機成熟 他親自證實好運到 談到理想男友類型 還有點害羞 不過簡曼叔去年12月 被拍到和大10歲的髮型師 雲昌龍約會 倒是很大方的認了戀情 短短7個月後 兩人就登記結婚 進展神速 不過 如果找到當初留出照片的內容 我們大家可以回到像以前一樣 簡曼叔拍完驚悚推理劇後 戲路大開 目前正在大陸拍攝最新電視劇 他自告每天都得打打殺殺 好在沒有出現害喜情況 要粉絲和老公別擔心 記者李孟昌 李怡纯 他也保證